来关注国族的消息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 中国男足在澳大利亚坎贝尔阵体育场 与阿曼队进行了亚洲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最终在先丢一球的不利情况之下 中国队由薅俊敏 于海等人连班四球 4比1大胜对手 作为亚洲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中国队特意选择了和小组对手沙特风格相似的阿曼队 本场比赛相比于此前的先发阵容 吉祥首次出现在右前位的位置 于海则出任球队单箭头 开场之后 中国队的表现并不理想 第15分钟 中尉张宁鹏出现失误 阿曼队抓住机会远射破门 虽然比分落后 但是男足小伙子们的情绪并没有受到影响 第45分钟 吉祥右路突破后船中 薅俊敏及时跟上进射破门 将场上比分改写为1比1平 这个进球也让国足世纪大震 仅仅一分钟之后 于海进区内强点破门 帮助中国队反超了比分 一边在战 比赛局势已经被中国队完全控制 第75和第80分钟 吴磊和杨絮的破门 被中国队锁定了一场胜利 比赛最后阶段 主帅佩兰走马换将 派上了众多的替补球员 而全场比分也被定格在4比1 这个2015年第一场比赛就取得胜利 这肯定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队员的球队的信心也在逐渐加强 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的对手阿曼队其实他们有存在着有一些阻力队员的一个伤病的情况 也可能是对手也会在这样做准备的过程中 可能是有所保留 这是也是非常可能的 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比赛可能是大家再注重的也都不是结果 像对手也一样 个人来说感到高兴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在定位球上 这个角球上得分了 这个是我们没有白练 我觉得对待第一小主赛的第一场比赛我们已经是准备好了